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要不要买条给小生呢 可是呢 男人带条金链子呢不是很好 我怕人家会笑他 我还想买条呢 这边才对呀 什么事啊 一个伙伴 快呀 没事吧 没事 怎么样 老妈 你好一点没有啊 我帮你再擦点药油吧 喝杯深茶吧 点点筋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哎呀 这一次真是 喝深茶也补不了了 幸亏阿风精明啊 退我到旁边 不然的话你老妈回不来了 老妈 别这么说啊 现在是特别新闻报道 今天下午两点 有三名持枪歹徒 闯入香钢仔一家 打金工厂抢劫 抢走五百万元金氏 一名修班探员 途经上旨 巧遇歹徒 警匪发生枪震 一名图人中枪受伤 据警方的消息 这伙持枪歹徒 可能跟这个月发生的 另外三宗持械抢劫案有关 还一看 没下够啊 怎么样 还痛不痛哦 你这么用力地捏都不痛 那就是不痛了 喂 还说去检查一下 不用了 我没事检查什么 你呀 要记住 以后别那么拼命 你还有老婆知不知道啊 知道了 老婆大人 对不起了 让你担心 亲一个 你不是有阴影吗 你很想我有阴影吗 为谁 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抢劫案 伤头很重视 希望我们尽快破案 所以我决定把你们重案组 和CIAO再次合并 一起联手调查这几件案子 我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合作愉快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意思 大家刚刚看到的 就是昨天发生结案那家 打经工厂的壁露电视录影带 这群歹徒抢劫的手法 跟之前发生的几宗很相似 岂止是很相似 虽然他们都蒙住脸 可是你们看清楚啊 从那些小动作来看 根本就是同一帮人 根据种种迹象 最近这几宗抢劫案 应该是同一帮人做的 阿兵哥 你跟连鹏去问问你们的县民 看看有没有线索 是 花大人 你和永康去那些当铺 还要问一下那些小混混 看看有没有张物的下落 是 陈思尔 陈思尔 该你了 谢谢 这几宗抢劫案 除了犯案的手法相同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每个案发现场 虽然有很严密的防盗设施 可是歹徒仍然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很顺利地把脏物运走 还有 连他们的保险箱位置 也非常清楚 陈思尔 会不会是安装防盗 那家公司的职员有问题呢 我们查过了 被抢的工厂呢 都是找不同的工程公司 来安装防盗的 可是据我所知道 像打经工厂这一类型的垫子 如果要在保险公司投保的话 他们的防盗系统 一定要经过保险公司审批 没错 会不会这几家工厂 都是找同一家保险公司投的保呢 权重 他们全部都是找一家 叫做威力保险的公司投的保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是这家公司里面的职员 把保安的资料泄露了出去 让歹徒去抢劫 保险公司交给我们去查 那我们就负责调查赃物那一边 分头行事 请问几位找谁啊 我们是西九龙CAIU的 约了你们的经理关保罗先生 我的秘书已经说了几位的来意 我非常乐意跟警方合作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帮几位呢 谢谢你啊 关先生 我也不说客套话了 最近有几家打进工厂和金行 都曾经被一些歹徒持续抢劫 经过我们的调查 这几家店子都是向贵公司投保的 是 这几宗生业都是由我来接的 不过老实说 他们损失惨重 我们公司一样损失惨重 据我所知道 你们保险公司会保存 每一个投保客户的记录 比如设计图之类 没错 每一家保险公司都会这么做 那么我想请问 这些资料会不会有可能外泄呢 我们公司在行内非常有信誉 而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 也非常有专业操守 保安资料也藏得很小心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的 不过呢 我们公司有一千多员工 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就像有时候看报纸 也看到你们警方笔落的口供影印纸 流到街上 保密程度 我们公司一定比不上你们警方 所以你对我们的怀疑 我绝对可以理解 怎么样 你们问过关保楼有没有线索 他嘴巴说很愿意跟警方合作 其实是什么都不肯说 不停地兜圈子 他好像想隐瞒一些事情 而且被抢的几家金行和工厂的保单 全部都由他经手 非常可疑 陈四 我们要不要查他底细 我已经叫超人查他的背景了 女士 陈四 超人怎么样 有关系 我查到这个关保楼 在他公司里面 是吃香的金牌经理 赚不少钱 不过很可惜 他经常去澳门赌钱 而且赌得很大 赚得还不够输的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他最近一次还了几笔大账 很有可能他收了歹徒的钱 给对方资料 看来关保楼确实很可疑 小鸡 超人 小龙女 你们负责盯着关保楼 看看有没有发现 是 可是我们也不应该 排除其他可能性 和解还有三元 你们负责查看那几家金行 和工厂的老板 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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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洗不洗头啊 来啊 来啊 进来啊 好不好 先生 洗头还是按摩 洗头和按摩 好啊 老板 来洗头啊 来这边坐 先生 是不是洗头啊 来啊 这位先生 我们来找人 atiquehrang 是 杰伯 杰伶 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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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没有 来 喝啤酒 贵哥 谢谢啊 这是你应得的 这是一部分 等货脱手了 我再给其余的 贵哥 什么时候再带我去香港 做大买卖啊 最近风声比较紧 慢慢再说 贵哥 别担心 风声再紧也没关系 我跟大哥都深进百战 只要你有保安图 给我们一定成事 小心使得万年船 我们合作机会多的是 对吗 勇哥 阿姐 别着急 我们赚到钱好好享受 贵哥会关照我们的 我们是最佳趴当 来 贵哥 干杯 今天政府拍卖一幅 位于大埔的住宅用地 由天赋集团以五亿元投得 这个徐天赋真是有钱啊 当然啦 香港十大富豪之一啊 光这样买一块地回来 盖房子就赚个十亿八亿的 如果那些钱给我呢 真是发财了 贵哥 你告诉我们 我们哪天有个大买卖可以做啊 做她 抢劫地产公司 吃烤猴糖吧 谢谢 不用 喂 你这几天咳得很厉害 不如去看医生吧 这么关心我 对对啊 怎么突然间又请她吃猴糖 突然间又叫她看医生 搞什么呀 什么搞什么 我怕她传染给我 医生我不用看了 不过呢 我现在觉得有点口渴 可不可以帮我买点东西喝 对对对 我可不可以帮我买东西喝啊 受不了你们俩 哦 我要橘子汁 好 给你看 这本足球小镜真的很好看 是啊 哇 刚刚楼 小龙女 你 你没事吧 上车吧 跟着瓜哥老虎 快点上车啊 快 保龙 来了 坐 谢谢 过户了没有 已经转给你了 嗯 好 下来帮带你买东西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麻烦你 咖啡 保罗 其实转账给你的是什么人啊 为什么老是偷口的户头转 那么多钱给你啊 我跟你说过了 叫你别问那么多嘛 人家是担心你有事吗 我也是不要做了 真是小傻瓜 现在只是一个保安工程公司 想抢客户 跟我拿资料 你不高兴人家给我钱花吗 真的没事吗 当然啦 即使被人查到了 大不了炒鱿鱼 又用不着坐牢 钱那么容易赚 你不想要吗 我有那么多钱 你想买什么都行了 怕什么呀 你说得也对 这个女的可能是她女朋友 小极 不如你跟踪这个女的 我跟小龙你继续跟踪关保罗 好的 没问题 好好的跑到工业区来干什么 好好的跑到工业区来干什么 看她样子像在等人 可能有新发现 张自贵 原来关保罗跟张自贵搭上了 肯定有问题 贵哥 到处乱搞 用得潮这么急呢 真人表演嘛 现在年轻人很流行的 开车 我 对不起啊 刚才因为情势危急 所以被迫要亲你 什么情势危急啊 就算你怕被人发现 有很多的方法 你用着使这招吗 你现在占便宜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我不好 我不对 我自己打我自己 上车的几件事你做得很好 还得谢谢贵哥的关照 对了 是不是想要那家金行的保安装置资料 这次不是金行 这次要的是富商徐天福的个人资料 他在什么地方出入 那里有什么保安措施 你们想打徐天福的主意 聪明人应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不应该问一些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是的 是的 不过 贴福实验的资料一向不是我负责 我怕资料没那么容易到手 保罗 你是个聪明人 我知道你行 别让我们失望 好 我尽快给你 至于仇劳方面 我不会亏待你的 放心吧 贵哥 我会尽力而为 已经调查过那几家金行和工厂的老板 没有问题 他们串通歹徒 骗取保险金的可能性不大 也就是我们的范围可以缩窄 集中调查威力保险工作的关保罗 贵哥 贵哥 回来了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 我查出关保罗的女朋友住在何文田的泰德阁 还有别的资料吗 暂时没有 我待会儿还到档案室去查其他的资料 做得好 小龙女和超人呢 我去跟踪关保罗的女朋友 他们跟踪关保罗 我以为他们回来了呢 一说就到了 贵哥 怎么样 你跑哪儿去了 现在才回来 二人世界啊 陷阱病 我们一直跟踪着关保罗 发现他捐上了张子贵的车 张子贵 不是上次骗五福那家永连电影公司的 另一个股东 不错 他外号叫大富贵 我以前在欧际的时候跟他接住过 还差一点被他们玩死 表面上他是做中国生意的 实际上做的是犯法事情 专干大买卖 好 我们的目标很明显了 超人小龙女 你们继续跟着关保罗盯你一点 是 我去进来 好 超人 你这嘴巴怎么了 红色的 什么 我看看 我看看 一片一片的 口红啊 你学人家擦口红啊 你完了 超人 你一定是甩掉了小龙女 跑去偷情 错不了的 一定是 你这个人啊 吃完东西不擦嘴巴 你看看你吃的 一嘴巴的甜酱 真是 拿去用 拿去用 谢谢 这家餐厅的食物马马虎虎 情调是很好 骗那些情侣来还可以 喂 你怎么找到这家的 看报纸介绍的 我怎么知道食物会这么差啊 心想带你来这里吃顿饭 开开心心吗 这里的价钱啊 待会儿买单啊 我心痛得要命啊 不过还好 小佳乐去了露营 不然的话带着他来吃啊 这下可完了 以后不再看报纸介绍了 嗯 一定要试过再来 在门口啊 先问问口碑 对 喂 如果待会儿没吃饱呢 我们再去小摊子 狠吃一顿 不用了吧 回家煮生命面好多了 不用那么节省啊 先认几位 两位麻烦你 你还认不认得他 认得 那个不是陈子的老婆吗 嗯 怪不得小生最近老是怪怪的 还闷闷不乐 原来沈桥他 这是人家的事情啊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 不好吃也得吃一点 嗯 一上是 小生 坐下 坐 怎么了 一个人坐着发呆 我发呆吗 没发呆 你看你弄的那片柠檬 碎掉了 不酸不苦吗 你最近怎么了 老是奇奇怪怪的 是不是和老婆有事啊 没有 我们没事 你不要怪我多事 我昨天和阿赵吃饭 看到沈桥跟那个 张树什么的在一起 普通朋友吃饭很平常 那家餐厅啊 那些布置专门骗情侣去的 一男一女在一起吃饭 也不一定是情侣啊 两个人手亲手 小郑 你不要说我不提醒你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要面对才能解决 不然等问题越积越深的话 你想救都救不了了 我不是不想解决 不要给自己借口嘛 我不是给自己借口 您这什么态度啊 你不喜欢这个老婆 你不会娶她回来的 快点想办法把她抢回来 头发长长的还戴着耳环呢 江太太 你收得是不是太夸张了 喂 你骗人不用钱呢 你们不相信我 不相信我 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江太太平常呢 是鸡婆了点 可是也没有理由 编事情来胡说的嘛 喂 你真的亲眼看到小郑的老婆 带个男人回家 是啊 我刚才呢 想找陈太太下来打麻将 谁知道经过小郑家门 看到她老婆 牵着那个男人的手 一起进去了 喂喂 江太太 你看到的那个男人呢 是不是报纸上登的那个 什么导演呢 对对对对 是不是是不是啊 乖伯的样子好熟 就是就是她 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贱女人 跑路还不止 还要带个男人回家 都得去 去拿把扫子给我 别这样 二明姐 我要上去打死她 冷静一点 来呀 是 冷静点 去拿扫子给我 喂喂 别生那么大气嘛 冷静一点 二明姐 昌师傅 火嘴单饭带得快点 我吃你个愁我吃 你过来 干什么 你老婆呀 带了个男人回家 你还有胃口吃东西 沈桥带了男人回家 谁告诉你的 江太太亲眼看到的 二明姐 又是你呀 江太太 你说你是不是罢伯啊 拿一把给小生去打扁她 再拿一把来 喂喂 二明姐 你疯了你 看太多电影了打扁她 干什么呀 你老婆呀 干别的男人了 我上去看一看 你老婆呀 如果是讲了 江太太太 我回来打扁你 你老婆再来回家了 干什么呀 不要小生 上去看清楚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冷静点 沈桥 你在干什么 我今天回来 谁收拾东西 你要收拾走吗 不要走 沈桥 不要收拾走 两夫妻 有话好好说吗 干吗收拾东西走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们在一起那么不开心 我对你已经失去 以前那种感觉 何必还勉强呢 沈桥 我知道我们最近很多争吵 感情淡了再培养 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沈桥 不要走啊 沈桥 你别这样子 我不让你走啊 你放手啊 别这样子 妈 不要走好不好 放手啊 你干什么 你进我房间干什么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老婆 你在这干什么 喂 陈先生 感情这回事 不可以勉强的 沈桥做了决定 你尊重他意思行不行 勉强也没有用啊 人我见过不少 没见过你这么贱的 你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杰桥 你怎么样 进来 沈桥 沈桥 你冷静一点 你那 走开 沈桥 沈桥 有没有事 你打我 我不是故意的 小生 你现在的心情呢 二妹姐是非常的明白 我也是过来人 是不是啊 像这种女人呢 她要走呢 随她便嘛 不要打算留住她 是不是 没错 喝杯好茶 姐姐们 好不好 你别烦我了 我特别冲的 不喜欢吃没关系 楼下的路口 那儿开了个新的糖水店 那儿的糖水很好喝 我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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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妹姐请 好好好 我回楼上去了 说不了你们了 非要把人家赶走开 我请你 请你喝糖水呀 我那么吝嗦也肯请啊 小生 老妈不是常说吗 好心被雷劈 就是这种了 真是没办法 吃过那么多糯米饭啊 最好吃就是这家了 真好吃 我真是要谢谢你啊 肯跟我聊天又肯陪我 不然的话 今天又瞪着眼睛睡不着了 小心 撤 真的没受伤 我看看 没有 浑身都脏了 幸亏捡回来了 沈桥 你是不是疯了 为了这点垃圾 你刚才差一点没命 它不是垃圾 是你送给我的 我一直都戴在身上 作为定情信物 买下好不好 买回去挂在我们床头啊 当然不是了 很快就有用了 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老婆 你在这干什么 喂 陈先生 感情这回是不可以勉强的 嘿 我呦 詹姆斯 你怎么样 谁来 陈小生 你冷静一点 我们玩完了 我决定跟你离婚了 我决定跟你离婚了 第九龙CAU 现在怀疑你跟几宗抢劫案有关 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我跟抢劫案有关 不错 关先生 我们刚才在保安室的壁炉电视 看到你私自盗计公司的机密文件 关先生 我们怀疑你提供资料给犯案的歹徒 关先生 请和警方合作 现在你有权不说话 不过你所说的将会作为陈堂证供 带他回去 是 女士 关先生 你为什么要偷贵公司客户的保安资料呢 麻烦你跟我们合作 回答我们的问题 资料是我自己用的 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为了提供给第三者作为犯罪用途啊 没有 我完全没有把资料交给别人 你自己拿来到底有什么用途 是这样的 我打算跳槽 好 我想多掌握一些公司客户的资料 对我将来的工作会有帮助吗 只为了这个原因 不会吧 关先生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阿瑟 还是有人付钱给你做报酬 提供这些客户的保安资料呢 麦德 要我怎么说你才敢相信呢 根本没有这回事 关先生 请问你认不认识照片里面的这个人 不认识 可是在这个月二十日 就是上个星期六的下午五点钟 看到你在官堂红图道 上了这个中国籍男子的弃车 你有什么解释 我记得了 张先生嘛 我跟他见过一次面 那一次是 对 是谈保险的事嘛 你刚才说不认识他 麦德呢 我不是不想承认 我只是不记得 况且这样的照片 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 我跟他又不很熟 我不认识他也没什么呀 为什么要鬼鬼祟祟 约在工厂区见面呢 阿瑟 是他约我的 我们通常不会拒绝客户的要求 我们通常不会拒绝客户的要求 你先走吧 有什么事要帮忙吗 其实没什么事要做 我心想回家也是对着四面墙 宁愿在这里发一会儿待 你先走吧 你饿不饿 我有饼干 那好 喂 小生啊 我是五福 五福 打来这儿找我 什么事啊 大事情啊 我在片场呢 听到消息 说二婶啊 要跟那个张淑明 明天就启程飞去好莱坞 小生啊 你打算怎么办啊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会处理的 那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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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饼干还有茶 小生 小生 你怎么了 你听完电话就这样了 五福说 沈桥明天会跟那个导演去好莱坞 小生啊 你坐在这里喝闷酒不是办法 我好烦啊 我不喝闷酒还能做什么呢 坐在这儿叫烦就有用了吗 有问题你要去解决才行啊 上次跟你提过 叫你和沈桥坐进来谈一谈 有没有谈过 她都决定跟明儿走了 谈了跟没谈有什么分别的 没有分别啊 还有没有转弯的余地啊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啊 是好是坏也要有个答案才行啊 最好当然是可以挽回感情 如果真的不行 你要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 这样再拖下去呢 你看你自己有多辛苦 看看再说吧 什么看看再说啊 人家明天就坐飞机走了 是不是等人家走了你再后悔啊 一辈子做事都这么婆婆妈妈的 说我已经够惨了 你还骂我 你有没有同情心啊 我现在不是骂你 我不想你再烦下去 干脆明天 查一查她坐哪一班飞机 去机场拦住她 不要再迟到了 机会错过了 不会再回头的 沈桥 你干吗还要来找我 沈桥 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很多问题 可是我们是夫妻啊 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你不要走 小生啊 你到底明不明白 我那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不可能了 我已经决定跟詹姆斯去好莱坞发展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你有感觉就跟我结婚 没感觉就跟她走 你把我当什么 对不起啊 小生 我们结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不想再错下去 我会正式跟你办离婚手续 沈桥 时间到了 走吧 我走了 我把柠檬护了 我收到哪里 我去哪里 Vers译 快乐 你应该在这里 我去哪里 我不敢还 儿子 我去哪里 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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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哪 我是二妹姐呀 快点按铃啊 我在按铃 你在不在里面 小生 小生 小生不住 糖水给你喝 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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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没反应啊 不知道是我出事了 让开干嘛 你干什么 喂 你是个人哪 你一定是看了太多的警匪片了 你怎么能撞开铁门呢 你烂他都没烂哪 我怕小生出事啊 我看小生是想冷静一下 我们不要烦他了 还是找大姐和姐夫 回来再说吧 这 下楼再说吧 老妈 到底小生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昨晚回来只说了四个字 沈桥走了 今天晚饭也不吃 一声不响就跑回去了 老婆跟别人跑了 难怪小生不这样 不过呢 昨晚我们跑上去找她 可是怎么拍门都没反应 所以我才担心 不知道她想什么 温雅峰啊 这样好了 你去找她谈一谈 起码大家都是男人吗 现在这种情形 找她谈只会刺激她 不要了 糟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要怎么样才能帮到她呢 喂 小生 全都在家 我们家庭日吧 反正很久没去喝茶了 我昨晚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肚子里咕咕去 走走走 去喝茶 去喝茶 来二门姐走吧 快站进去走啊 走 快点快点 走 我去换衣服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去换衣服 走走走 我等你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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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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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小生这一次伤亡惨重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复原 我看这样好了 下午呢抓他一起出去吃饭 吃一些好东西 他一定会开心一点 好题 选他最喜欢吃的 不只要吃好东西 这房间还要看风水呢 关风水什么事啊 有关系啊 楼上扫黄组的Fanko说 我们这房间风水不好 看到我们全部一脸没气 所以呢 我求了个平安符来保护自己 你看 不然的话像陈水一样 老陪跑着 刚刚跟你说什么了你就忘记了 还有啊 扰乱军心 危言耸听 我要没收了 平安符是不是 没收我的平安符 幸亏还有个平安水晶 保护我们这房间的人啊 这张好不好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坐 今天什么日子 全组人都出来吃午饭啊 今天小龙女生日嘛 所以全组人出来庆祝一下 喂 谁这么精明来这儿吃饭 这里的堆很棒啊 那是鹅姐了 鹅姐 鹅姐果然会吃啊 别说那么多了 点菜吧 来来来 小龙女生日 小龙女点菜 我不会 你点吧 点菜很简单的嘛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人叫午菜一趟吧 咸菜 胡椒 猪肚汤 鹅片 莲藕煮猪肚好不好啊 还有川椒鸡 懒菜 肉碎 四季豆 再加汁 冻螃蟹就刚刚好了 你们浇菜我上洗手间 好啊 麻烦你帮我们写几个菜 好的 咸菜 胡椒 猪肚汤 懒菜 肉碎 四季豆 鹅片 莲藕煮猪肚 猪肚 川椒鸡和一只冻螃蟹 那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我刚好没有进螃蟹 五十个人太多了 连我和咸菜都没有了 不知道几位 介不介意吃别的呢 不行 我有个朋友生日 很想吃这几个菜 这样好了 帮个忙 帮我到菜市场 买材料回来好不好 是 小姐 我不是不想帮你啊 我哪有那么多人 手出去买材料呢 这样好了 我去买啊 可是你一定要帮我做 好不好 我尽量了 能帮我一定帮你 谢谢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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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这么久还不来啊 麻烦您 您很饿吗 等一会儿嘛 快来了 街人很多嘛 对不对 是啊 这儿姐去厕所这么久啊 搞什么鬼啊 小龙女 你去看看她 我想她没什么事吧 她今天脑上说拉肚子 前侄叫你去就去嘛 去吧 鹅姐 搞定了 搞定了 苏哥 你有没有事啊 拉那么久啊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吃啊 我拉 没事 没事 你看看 拉干净了 你看看 没有事了 多干净啊 你看看 我怎么这么脏 掉马桶里去了 没没没 没事 哎 鹅姐 这么不小心啊 拉得一裤子都是啊 不是 是 上厕所不小心粘到一点嘛 哎呀 笨手笨脚 怎么做人妈妈 菜来了 哎 来了来了来了 大眼鱼 大眼鱼 螺水螺便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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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来 素 吃这个 行了 你喜欢吃就行了 这里的东西真不错 煮得真好 还是陈所会点菜 我们才有这种口福啊 别的事情我不敢神经 说到吃呢 我真的是半个专家 了不起 陈所了不起啊 你们这群马屁精啊 真是 你别说人家 反正呢我瘦得起就算了 算账了 哎 来来来来来 哎 喝几副 干嘛这么客气啊 多少钱 谢谢 两百二十块 好 哎 老板 吃这么多菜 两百二十块 你有没有犯错啊 有几个菜啊 是这位小姐去菜市场 买回来的 还摔了一跤 把裤子都弄脏了 我真是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沾到脏东西了嘛 小心小心